老師今天就是要帶你去了解宇宙 我們從第一章時光之旅開始 進入到這一個地球科學的科目 首先老師幫你們介紹到 宇宙的組織跟歷史 那你要了解宇宙的組織跟歷史 我們要先從一些天文的 專有名詞來了解 在國中課程中 第一個專有名詞就是光速 光大家都知道速度很快 那光速到底有多快 課本裡面有提到光的速度 有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每秒 換算成公里除以1000 就會變成3乘以10的5次方 每秒3乘以10的5次方公里 好 但是在你們課本的第一章 第一節裡面有出現了非常多的數字 很多同學一直懷疑說 這些數字要不要背 老師在這邊告訴你 這些數字不需要背 你只要了解你們國小所學過的 距離等於速度乘以時間 以這個簡單的觀念來記憶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是因為你了解了 而你自己在考試的時候 或者老師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算得出來 我們以簡單的兩個例子來舉例 第一個光一秒鐘繞地球七圈半 由這個七圈半要你去求地球的圓周 到底多少公里不要忘了 這個數字光速3乘以10的5次方 每秒3乘以10的5次方公里 你一定要記在腦子裡面 一秒鐘既然跑這麼快 一秒鐘跑了七圈半 換算成地球的圓周 就等於繞了地球圓周的七周半 你只要把這個數字 3乘以10的5次方 3除以7.5 這個答案就是地球的圓周長 所以課本有提到 它的數字是多少 這個不用背 你只要記得這一個 就可以記到其他的數字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注意喔 這種算法很多同學科學記號還不會 老師教你一個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30乘以10的4次方 借個10過來 除以7.5 那就簡單明了了 所以最後的答案多少 30除以7.5 行算4乘以10的多少 4次方 4乘以10的4次方 相當於多少 這個課本上就講到了 多少 4萬公里 可是這需不需要背 不需要 很多學校老師說 這個把它背起來 我們不要增加腦袋的負擔 你只要知道光速是多少 你就可以算出地球的圓周 有多長 第二 太陽距離地球1億5000萬公里 請問光速要幾秒鐘才可以到達地球 由太陽到達地球 你看它給的是什麼 距離 光速 有了距離有了速度 有了距離有了速度求時間 小學都有學過吧 距離除以速度就是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你只要把1億5000萬 如果你真的不會科學記號的話 你也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沒關係嘛 多寫幾個0嘛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除以多少 3乘以10的5次方 3 後面幾個0 1 2 3 4 5 好 答案就知道了 看著 5個0 5個0 1 2 3 4 5 5個0 1500除以3 多少 答案就是500秒 所以這些數字都不用背 這些數字怎麼來的 知道光速 知道距離等於速度乘以時間 這些都會 課本在這邊提了相當長的一段文章 親愛的同學 不要死背 你只要了解這個計算的原理 對於宇宙的一些距離單位 你就會有概念 好 那因為宇宙非常的浩瀚 距離相當的遠 行走的時間相當的長 所以天文學家 我們就舉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單位 叫做光年 這個光年是你要進入時空之旅 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你要知道宇宙相當相當的浩瀚 星球跟星球之間 特別是恆星跟恆星之間 距離相當相當的遠 那什麼叫光年呢 光年記住 它是一個距離的單位 就是我們平常所用的幾公里 幾公尺 幾公分 那你說老師 怎麼會這樣子呢 光走一年的距離 你看喔 怎麼算出來的 光一秒鐘是多少 3乘以10的5次方 3乘以10的5次方 每秒走3乘以10的5次方公里 一年365天 再來呢 一天24小時 1小時60分 1分鐘60秒 把這些數字乘起來 就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大約是9.46乘以10的12次方 這個就是我們用來計算宇宙距離的一個單位 這個一定要記得 數字可以不用背 你知道它怎麼來的 在考場的時候 它不會去很刻意的考這個數字 你可以算得出來 好 再來 知道光年之後 我們要知道 每天我們看星星 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 對不對 那到底為什麼星星有的亮 有的暗 這到底跟距離有沒有關係呢 來 以下的兩句 課文的兩句話 可以告訴你 距離到底跟亮度有沒有關係 第一句話 課文說 離太陽最近的一顆恆星 是多近 4.3光年 好這是最近的喔 那最亮的 最亮的天狼星 最亮的天狼星 距離太陽多少 8.7光年 這是課本的課文 你知道這兩句話 你有沒有給你一點啟示呢 距離最近 但最亮的卻不是它 它不是最近 可是它最亮 所以這兩句話 隱約的可以暗示我們什麼 最後的結論 注意 亮度 亮度的大小跟距離 實際上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什麼意思 什麼叫沒有直接關係 亮度大 不見得距離就近 亮度小也不見得距離就遠 它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會影響 課本裡面講到這兩句話 你可以知道這個觀念就可以了 好 在這個地方 宇宙 我們要進入整個宇宙 進入這個時光之旅 老師先幫你做這個 簡單的一些天文上的基本知識 還有天文上一些所用的專有名詞 讓你初步的了解 要怎麼樣進入這個地球科學的入門 接下來 老師要幫你介紹 宇宙的歷史 宇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西方科學家認為 宇宙正在膨脹之中 根據宇宙膨脹 會使溫度降低的觀念 推測早期的宇宙 應該是處於一個 溫度極高密度極大的狀態 再一次大爆炸 宇宙至今 能在不斷的膨脹 天文學家 稱為這一種形成的現象 叫做霹靂座 就是非常浩瀚 無窮無止盡的 可是因為天文學家的觀察 發現到宇宙的年齡 至少有一百多億年 那這一百多億年到底怎麼測出來呢 又怎麼知道宇宙的年齡是有限的呢 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好像我們在吹氣球一樣 我們氣球在吹氣球的時候 一個氣球 當我們吹氣進去 它會不斷的膨脹 不斷的膨脹 我們假設這是宇宙從剛開始到現在目前為止的現象的話 以光束來測天文學家發現目前可以到達我們地球的光線 是在一百多億年前就已經從星球出發了 所以根據這個原理來探測 目前我們可以觀察到的 恆星的光線可以到達地球的話 是經過了在宇宙一百多億年 漫長的旅途才到達我們地球的 所以我們回去推測 那可能在一百多億年前這個星球就存在了 你目前的科學儀器 天文學家所觀測到的是一百多億年 那由此可見宇宙的年齡是有限的 進一步的美國天文學家哈勃 他更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他發現宇宙還是不斷的在膨脹中 那既然不斷膨脹的話 那代表說宇宙一定有一個開始的點 開始的點 那宇宙剛剛開始的時候是什麼樣呢 它是一個體積非常小 密度相當大的一個 像一個個體一樣 這個體積非常非常小 而且它的密度相當相當大的一個火球一樣 那這個是目前在我們整個天文學上 可以讓天文學家可以接受的一種說法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研究 因為科學儀器的發展 局限到我們的研究目前我們所能知道的 是到這個地方 那後來更多的天文學家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合理 而且天文學家能夠接受的 叫做大爆炸 這個大霹靂 這個霹靂不是布袋系裡面的霹靂 那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現在我們目前的有沒有霹靂 霹靂英雄傳 霹靂什麼霹靂 這個霹靂就是源自於我們天文學家的這個學說 就是說我們整個宇宙的起源就是從這個霹靂開始 所以布袋系裡面才有這個霹靂 他講的是說最原始 最剛開始的 我們人之所以存在就是有這個霹靂 所以這個布袋系現在很流行 你看了 一百多億年 這個一百多億年之前 我們因為探測到宇宙的年齡大概一百多億年 所以我目前可以推測的 可能這個霹靂這個大爆炸 就是在一百多億年前發生的 好 注意這個數字喔 這個有點在考國文 如果同學注意到 課本的課文他所提到的 他說這個大霹靂之後 十億年後 就好像你們經常在看連續劇 三年後 三個月後 對不對 十年後小強長大了 對不對 這個是一百多億年 十年後 經過了十年後 十億年後 注意喔 不是距離我們現在十億年 而是十億年後 這個霹靂發生以後 十億年後 這個宇宙的規模就已經形成了 但是這時候的行星是什麼 成分是比較輕的 化學學過吧 周期表前面兩個 周期表前面兩個 原子序是一 原子序是二的元素 氫跟氦 因為那時候的元素是屬於 原子量相當輕的 再經過了 再經過了 看到嗎 經過了融合 這個融合很多同學 因為還沒有學到核化學 所以不曉得什麼叫融合 老師在這邊簡單的跟你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兩個原子核 兩個原子核的原子核 跟我們一般講的化學 化學變化不一樣 這個原子核它本身因為強大的人量 在核成的過程中放出了釋放的強大能量 而目前我們現在人類所利用的核化學不是這個 這個放出來的能量相當相當的大 核融合放出來的能量相當的大 這個將來你們在理化的最後一張17張會探討到 那剛開始宇宙形成的時候 就是藉助這個不斷的融合 不斷的釋放出很大的能量 造成了一些比較大的原子量的元素 包含了碳氧跟鐵等等 好注意這個融合融合以後又爆炸 那這個爆炸在我們天文學上 我們就把它視為恆星的死亡 那這個死亡你要知道 這些很多很多的重元素 就重新再排列重新再組合 於是就形成了非常多重元素的星雲 由此可見你就知道了 我們目前在佛光山的主詞星雲法師 他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星雲法師 如果同學對他有印象的話 有沒有這裡有一顆紙 長得可愛可愛的那個星雲法師 這時候就是一個重元素 其實所以星雲法師之所以取這個名號 我在想因為經過這個星雲之後 於是就注意喔 就開始整個重組形成了我們目前的太陽 跟我們的地球 注意這個年代 課本上提到的 這一句話跟這一句話你要搞清楚 這個一百多億年 一百多億年大霹靂之後 十億年後宇宙已經形成了 可是現在太陽的年齡 距離我們現在是46億年前 好我以簡單的數字來跟你解釋 假設說這是大霹靂 到我們現在目前 今天是一百的話 那麼太陽的行程可能大約在 這一半的附近 所以太陽是U key 它在恆星裡面算是U key 年輕的啦 它是年輕的恆星 這個觀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太陽在形成地球的形成 我們下一張就會跟你介紹到太陽系 這個下一張老師在跟你們做詳細的介紹 好根據這個整個大霹靂學說 這個整個爆炸 你要注意 你要整個知道課文裡面的敘述 它是一段一段的敘述 你要了解 整個就是新的恆星 舊的恆星造成爆炸 死亡再又形成新的恆星 所以你看到沒有 老的星球的死亡 供應了新的生命的一個起源 所需要的材料 這就是你們經常講的 長江後讓推前讓 前讓死在沙灘上 沒有老的不死 新的就無法出人頭地 好這沒有什麼意義 只是跟同學講一下 好那整個宇宙的歷史 整個宇宙的歷史 同學你要知道 課本上只是提到相當簡單的概念 其實宇宙的形成 到目前天文學家 還是不斷的在找證據 不斷的在發現 不斷的在觀察 目前我們天文學家 可以接受的整個理論 就是以你們課本 現在所提到的一個大霹靂 是在於我們課程裡面可以接受的 那考試的重點你要擺在哪裡 整個最後這一個宇宙的歷史 它裡面的內容 你只要記住 太陽它裡面的成分 它裡面的元素是分子量大還是小 那年代簡單的幾個數字 特別是這個46億年前 你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這個數字 還有太陽它本身是一個年輕的恆星 那老師在第一節 做一個宇宙的初步介紹 就到這邊 接下來老師做了幾題 簡單的例題讓同學了解 地球科學怎麼樣入門 好 現在我們來看幾個例題 來第一題 恆星之所以發光 是因為中心的溫度高到何種狀況 而產生的能量 好 這個地方它的發光 這個最主要的指的就是我們的太陽 因為太陽是離我們最近的恆星 注意喔 太陽現在目前太陽上 正在不斷地進行一種反應 叫做核融合 那從融合兩個字 同學要注意 化學有學過 你要知道融合就是由小慢慢聚集變大 分裂是由大變小 所以你先了解 太陽是在進行核融合 那核融合呢 氫本身的原子量比氦來的小 所以融合當然是由小變大 所以正確的答案就在L 那你看這種題目 你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怎麼氦融合還會變成氫呢 大的融合還會越變越小嗎 所以像這種答案 還有氫本來很小了 越分裂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種答案一定是不對的 那目前老師要跟你們提醒的 這個也是一種補充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地球上 人類所利用的人量最大的就是核能 那目前我們的核能電廠所利用的 都是核分裂 跟太陽表面上不一樣 太陽表面上在進行的是核融合 這個能量比核分裂大很多 那你會問啊 為什麼我們在地球上不要利用這種核融合的能量呢 老師跟你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今天我們知道獅子會抓壞人 可是今天你會不會養一隻獅子在家裡 防小偷 獅子會咬人啊 你因為為什麼 你放在家裡你想要控制這隻獅子怎麼樣 不容易 同樣的道理 因為現在核融合 我們知道它產生的能量很大 可是一旦反應之後 我們人類沒有辦法去控制 所以現在目前核融合只限於在宇宙 在恆星表面上反應 好 這個當作嘗試 同學要記起來 再來從第二題開始 都是屬於記憶性的題目 那老師在這邊跟你講 地球科學的題目 你理解之後要讓自己多反覆的練習幾遍 讓它變成自己的常識 不要到考試前再來背 那是相當痛苦的 好 那你看 宇宙是由一個溫度極怎麼樣 極高 密度極大 體積極小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從原來最小最小的 然後經過什麼 一個原始的火球 經過什麼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說法 叫什麼 大霹靂 注意 同學這三個字 回去一定要多練習 填充題不能寫錯字 會被扣分 好 再來 再經過一百多億年漫長的膨脹演化至今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第三題 這個題目 老師舉出來是要強調它的記憶性 地球科學剛開始的第一章 記憶性的題目相當多 老師要不厭其反的要提醒你 因為這種題目沒有記 沒有嘗試的話 根本就選不出答案 所以你要把它當作自己一個平常的常識 好 關於銀河系的敘述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太陽系是位於銀河系圓盤內的裂護座悬壁中 好 同學注意 回去在你們課本第四頁的圖形 麻煩同學自己補上去 在銀河系圓盤的懸壁 我們課本只講到懸壁 那這到底是什麼懸壁呢 列護座的懸壁桌 這是正確的答案 列護座 這是課外補充 那這個直徑呢 我們太陽系的直徑 大約只有八百分之一光年 這答案是正確的 不選 第二銀河系是由一個中央凸起的形狀 像荷包彈 這個同學印象很深刻 沒問題 的圓盤直徑多少 十萬光年 這是一個重要數字 八百分之一 十萬 同學有個印象 C銀河系約有兩千億顆恆星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你會講說老師那這些數字怎麼辦 同學熟練有個印象 因為銀河系是目前我們所生存的一個星系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它的資料 最後一個答案 星系的直徑 本星系群 太陽系 銀河系 它的大小怎麼比較 注意喔 你要知道我們太陽系位於哪裡 銀河系 所以這個地方非常明顯的 太陽系是在銀河系裡面 所以這個答案怎麼樣 大小顛倒了 所以錯誤的答案在這個地方 答案選D 好 由以上的三個立體 同學你們要了解 地球科學不但要能夠理解 而且能夠盡量的多幾次的複習 讓自己很熟練的這些數字 這些嘗試 相信在地球科學的領域裡面 同學一定會得到相當的成就感 OK 在沒有人為的燈光 在夜晚 人們可以在天空中看到一條美麗白色的銀河 這就是所謂的銀河 不同的民族對於銀河有著不同的美麗神話 在中國 牛郎與之女的故事就是跟銀河有關 但在現今的天文學家眼中 銀河是一個盤狀的星系 約有兩千億個恆星所組成 恆星在盤面上呈螺旋狀的分佈 太陽系就是在其中一個漸渦壁中 據銀河系的中心約兩萬八千光年 銀河系中絕大多數的恆星 包括我們的太陽 集中在一個扁平盤形結構上 銀河系中的恆星分佈成帶狀 像一條銀白色的河流 而整個銀河系的盤面 從一端到另一端 約為十萬光年 銀河盤面上下四周 另有一些大行星團 由數十萬到數百萬顆恆星群聚所構成 課本的這一張圖 你要注意的後面這個背景 後面這個背景是太陽 那從這個圖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從最靠近太陽的位置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好 這個圖 其實它只秀出了我們九大行星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內容 就是要從這一張圖開始彈起 好 我們各位同學 你們看 整個太陽 在太陽在46億年的時候 太陽在46億年前 形成的時候 整個太陽的主體 因為周圍有太陽風 太陽輻射 使得這些比較輕的 比較輕的一些物質 往外帶 所以造成離太陽越遠的 它的質量 它的主要的密度 會變得比較小 好 那你看 在我們九大行星 這個順序是這一節 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的 那老師教你比較一個簡單分結的方式 你就這樣寄 水 金 地 火 小 木 土 天 海 明 好 趙老師這個順序你唸一遍 水 金 地 火 小 木 土 天 海 明 你有沒有注意到 老師所用的顏色不一樣 它所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剛剛我有提過 離太陽越遠的密度越小 因為它比較輕往外飄 往外飄 所以在離太陽比較近的 這幾個 這幾個行星 這幾個行星 水星 金星 地 球 火星 我們就以我們地球為主 我們就叫它叫做 類 地 行星 那外面呢 注意喔 這個小行星 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小行星 是指一群 一群小行星 大大小小不同的行星 所以它有各別各的名字 在課本上我們沒有另外提 那今天課本的內容 最主要的是講水 金 金星 地 球 火星 以及外面的這四個 木 土 天 海 這是什麼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以及冥王星 可是你要注意喔 這個冥王星是最外面 所以這個地方老師在這邊 用黃色粉筆所寫的 這個我們叫做 類 木 行星 你要特別特別小心的 這個藍色的 因為引力的關係 萬有引力的關係 離太陽最遠的這個冥王星 它本身不屬於類木行星 也不屬於類地行星 它在軌道上 又跟其他的行星不一樣 就是這樣冥王星我們製成一格 所以考試很喜歡考這個冥王星 冥王星它是整個 對太陽公轉軌道偏差最大的 跟其他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不屬於類木行星 也不屬於類地行星 好 那這個 整個九大行星 老師做初步的一個介紹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介紹類地行星 類地行星是靠近太陽比較近的 四個行星 那類地行星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 因為它靠近太陽 所以比較重的 比較重的一些物質元素 都會被它吸引 所以第一個 這個類地行星的密度 都會比較大 那有多大呢 注意看喔 類地行星 一般來講它的平均 它的平均密度 注意喔 它的名詞用得很奇怪 非常的高竿喔 它的平均密度 大約 大約有多少 大約有五 可是 課本又提到喔 它的外表 它的外表 就是 它的外表 地殼岩石 它的地表岩石部分 岩石部分 就是這些行星的外面那一層皮 那個地殼部分 那個外表部分 它的密度 它的密度 大概是3到4 好 所以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平均密度是五 地表的岩石 卻比它來的 那由此可見 這些類地行星的內部 它的更內部 它的密度一定比五來的怎麼樣 更大 注意喔 這樣子 老師畫個圖 給你看 來 注意看著 以這個圖來看 我們把它分為內跟外 內跟外 現在比較外面的 比較地表外面的 我們平均是3到4 那我們的總平均值是5啊 就好像 我舉個例子嘛 你今天 一顆分數 考40分 考40分 你另外一顆分數 考90分 你的平均分數 一定會在40跟90之間 今天我們內部的密度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平均值是5 那這個平均值一定會介於這兩個密度之間啊 所以我們由此可見 這個類地行星的內部構造 它的內部構造 它本身都是一些重金屬 密度相當大的金屬 那在這個地方 除了知道這個觀念之外 你還要注意的 考試會這樣考你 內地行星的平均密度 大約是水密度的5倍 這個數字稍微有印象 它的外表密度大約是水的3到4倍 這邊的密度都是大於1 大於1 好 那這個是比較靠近太陽的部分 它是元素本身的原子量比較大 它本身的密度比較大 來看到內幕行星 內幕行星是飄到外面 所以來喔 注意看 我們看到這一張圖來 木星 土星 同學 同學 麻煩你多看它幾眼 你有沒有看到 這大顆 有多大顆 就大顆 就這麼大 這個這麼小 這個東西的密度小小的 但是它密度很大 這個密度 這個體積這麼大 可是卻沒有人家重 代表它的密度怎麼樣 很小 有多小 但是我們這裡不強調它的正確值 我們只講說 木星 土星 以及天王星 海王星 它們的密度大約是跟水相同 好 你就可以發現了 所以同學 讀這個九大行星的特質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個概念 裡面的體積小 密度大 外面的體積大 密度小 好 這就是九大行星的一個概況 那介紹完整個九大行星的一個圖形之後 我們要進入到 跟我們地球有密切關係的三大行星 第一個 當然就是我們地球本身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左 臨 右 射 觸 鼻 假 拼 同學 這一章節的最後一段 就是在討論這三個 那這三個 親愛的同學 因為你從圖片上看不出 所以然 課本又講得滿一堆文字 今天老師用最簡單的三個球 來解釋給你看 金星表面的 金星表面的氣體 比較集中 比較集中 火星的表面氣體 它是比較怎麼樣 分散 比較分散的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那地球呢 地球 大概介於他們之間 介於他們之間 所以你聽著 還記不記得 你們國二所學的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是大氣的重量所造成的 從這幾個圖你去聯想 金星本身因為整個氣體集中在表面 所以他的壓力 壓力比地球來的大 有多大 這個地方 注意喔 我教同學怎麼記 如果是選擇體的話 他們的壓力 你這樣記一個大概的數字 大約的數字 他的壓力是他的大約100倍 但是實際的數字是多少 90倍 他是90ATM 地球是多少 一ATM 一大氣壓 那火星呢 大約又是地球的1% 所以如果是選擇體的話 相信 教育部命題的老師 他不會無聊到 給你考90 91 92 那三個數字讓你去猜 讓你去記 他會考的有相當一個比例 那今天如果是學校的填充體 當然你要把這個數字明明白白的寫清楚 好 這是從他的壓力我們來看 金星 記住 他有一個特色 整個氣體集中在表面 火星 他是因為 他有一個特色 他的質量比較小 因為他質量比較小 今天萬有引力 他沒有辦法吸引住這些氣體 這些氣體是散散的 有點想飄開 又沒有飄開 整個是散開來的 好 這是從他的 本身的密度 我們來討論 現在我們來看他的成分 注意 金星 地球 火星 這兩個左靈 右 射 很巧的 他本身的氣體 主要都是以二氧化碳為主 他是百分之九十六是二氧化碳 他是百分之九十五是二氧化碳 那同學又問了 老師這敢要背 不用背 選擇題怎麼選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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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100的答案先選 當然學校平時考 週考 月考 靠 確確的數字 那你只好要背起來了 選擇題 注意看到沒有 很多100喔 壓力 他是他的100倍 他是他的100倍 他幾乎是百分之百是二氧化碳 幾乎是百分之百是二氧化碳 那我們地球呢 理化所學的 還記不記得 他主要是以什麼 氮氣跟氧氣 對不對 二氧化碳 他的含量就沒有那麼多了 好 這是主要的成分跟他的分佈 那你題目就來了 這個成分跟分佈告訴你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告訴你 因為這些關係 怎麼樣造成他表面溫度 同學還記不記得 在理化空氣的那一章 我們有講到 現在目前的地球的空氣汙染 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造成的溫室效應 這裡就是這個溫室效應氣體的主角 他不但是主要是二氧化碳 而且整個密集集中在表面 你可知道 這就是造成他整個表面是什麼 中年高溫啊 中年高溫啊 這上面的溫度都高達兩三百度啊 這就是他的特色 那地球呢 地球嘛 我們可愛的家園 你自己想想我們地球嘛 年平均溫度大概15度左右嘛 對不對 而且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溫度特色嘛 這個我們了解 那火星呢 火星對不對 前去年吧 有一部片子 叫做火星任務 現在火星 是目前我們人類懷疑 看上面能不能找到有水的痕跡 然後看看能不能在那邊找到微生物 生命的起源 可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這個訊息傳回來 那你看火星到底有什麼特色 注意喔 火星它雖然是含有95%的二氧化碳 但是這些二氧化碳是散開來的 所以它的溫室效應 效果並沒有那麼明顯 再來它又離太陽比較遠 所以這三個星球裡面各有特色 什麼特色 金星什麼特色 中年高溫 火星什麼特色 來 它日夜的溫差相當大 你說老師 火星也有白天晚上喔 有啊 日夜 而且很恰巧的 我們的鄰居 它的整個公轉的周期 還有它自轉的周期 剛好跟我們地球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所以注意喔 它也有日夜 所以它的日夜溫差相當大 熱很熱 冷很冷 所以幾個特色 來 老師再複習一遍 今天整個太陽系 從九大行星 內地 內幕介紹到我們的左鄰右舍 這兩個是考試特別特別喜歡考的 第一個特色 壓力 壓力 一個大約我們的一百倍 九十大七壓 一個大約我們的一百分之一 第二個成分 成分兩個人很恰巧的 大約都是 大約都是多少 百分之 將近百分之一百 九十六 九十五 再來 第三個特色 第三個特色 金星 中年 高溫 火星 日夜 溫差大 只有地球 我們自己的家園 對不對 有 比較適合我們整個 連平均溫度 大約十五度左右 比較適合我們人類的生存 所以從這個 整個太陽系的結構 你可以了解 其實它有一點 有一點像是整個 原來恒星的構造的一個縮小版 對不對 越靠近太陽 質量越大 越離 就會怎麼樣 它本身的密度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而且它主要的成分 什麼意思 它的本身的分子 就是主要以氣體為主 以氣體為主 所以它的平均密度 大約水 然後接下來再介紹到 金星 地球 火星 那從這一節 我們可以了解 九大行星 那你回想上一節 從宇宙 宇宙的形成 本星系群 銀河系 一直到太陽系 所以現在介紹完九大行星了 再介紹到地球的左靈右側了 同學 整個宇宙的雛形已經出現了 到這邊 到下一節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地球 那你知道第一章整個程序上 它的排列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雛形 所以同學你在念這一章的時候 請你 不論是任何一節 不管是一之一一之二也好 前後一定要回去翻翻看 要有連貫性 好 那這一節 整個太陽系的歷史 太陽系的行程 老師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 老師以幾個題目 來引導同學 增加同學的記憶 好 同學 我們看到第一題 下表示 金星 地球 火星等三顆行星之大氣狀況 好 這個題目就是考這一章節的最主要精神 我們知道 金星 地球 火星 它上面的氣體分布還有印象嗎 金星整個密布的 地球最正常 火星是怎麼樣 火星它大氣勢非常的鬆 分布的比較廣 分布的比較廣 還有沒有印象 所以來你看著 金星它本身的表面氣壓是90 90因為很集中 地球一大氣壓 火星0.007 好 現在這個實際的數字 再次驗證 驗證到我們課本所講的 金星的壓力是地球的90倍 那地球的壓力又大約是金星的100倍 好 除了這個以外 來你看它選項怎麼選 來 下列敘述哪一項是對的 火星大氣主要是由CO2組成 所以溫室效應最強 沒有錯 二氧化碳是造成溫室效應 可是你也要注意到它的分布 你注意看 它們兩個二氧化碳 它們兩個二氧化碳 這個表格給我們是95 所以老師跟你講 大約100 百分之100 90幾 有的給95 96 但是你記得如果填充體的話 金星你要填96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不計較 我們看著 它們同樣所佔的百分比差不多 為什麼金星它的溫度就特別高 最主要的 不是這個二氧化碳是造成溫室效應 沒有錯 可是不是說它組成就溫室效應強 還要注意看它的集中度 就是看它的壓力 所以它說火星大氣主要是由二氧化碳組成 這邊對 它的溫室效應並不強 它並不強 所以錯誤的是在這個位置 好啦我們看 地球大氣最濃密 這個題目這一句話就不對了 為什麼 所謂的濃密要看什麼 看壓力 所以哪一個最濃密是金星 所以這個答案前面就不對了 所以它最適合生物生存 來地球之所以可以適合生物生存 主要是地球表面有水 有氧氣 因為地球的氣體經過好幾次的演變 這下一章節我們就要介紹到的 好再來 C的答案 金星表面溫度最高 最主要是因為距離太陽近 最主要注意聽同學 最主要金星距離太陽近 三個星球裡面 金星距離太陽最近 這是太陽沒錯 可是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它的成分是二氧化碳 而且都集中在表面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錯的是 這個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最主要的 好最後 火星大氣稀薄 看到沒有 稀薄 為什麼知道稀薄 大氣壓很小 沒錯 日夜溫差很大 也沒錯 所以這一題由這個表格 我告訴你同學 以後的自然科 除了地科以外 其他科目都是一樣 表格的題目 圖形的題目 一定是命題的重心 由這個表格 我們可以看出什麼樣的答案 所以正確的只有答案你選D 好 這是我們這一個章節的主要一個課程內容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記憶性的題目要注意喔 這裡從第二題第三題 老師就是舉出 以課本裡面最常考的一些記憶性的題目 一些數字 內地行星平均的密度約為水的幾倍 五倍 剛剛上課還有沒有印象啊 岩石地殼的平均密度 就是這些 內地行星它的岩石地殼平均密度 大約是二到三 二到三倍 所以他們其實母目是集中了什麼 集中了非常密度非常大的一些元素 好 那內幕呢 內幕是在外面的 大多是氣體啊 大多是氣體 所以它大約跟什麼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多少 李化有學過啊 水的密度 我們在這邊不強調它的溫度 水的密度是1 所以跟水的密度差不多 好 這是記憶性的題目 來看第三題 金星的大氣壓力約為地球的幾倍 約為地球的幾倍 大氣壓是地球的90倍 那同學我們先不要填後面這一格 我們來看底下這一格 金星跟火星這個一定要跟地球比較 它的大氣壓力大約是地球的多少 百分之1 這兩個數字是課本的 當然只要考填充體要填出正確的數字 那這是壓力 那裡面的成分呢 來 金星的話 它的二氧化碳含量是96 火星的話 二氧化碳含量是95 這幾組數字 老師再次叮嚀你 如果是選擇題 你大約就這樣記 選擇題 聽好喔 選擇題 金星的壓力是地球的大約90幾倍 100 很靠近100 大家喜歡的分數 100 好 火星的壓力約為地球 那你這樣子記 金星是地球的100倍 地球又是火星的100倍 這樣子記比較容易記 但是實際的數目如果要10倍的話 同學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填充體的考法 好 再來 最後一題 我們從這個表格我們知道 它題目告訴你一大堆一些行星的一些資料 從這些行星的資料 你要去判斷 來 你看 九大行星分成類地行星跟類目行星 依上表行星的資料來判斷 火 對不對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那我們現在是以地球為標準 地球跟太陽的距離定為1 直徑直量也以地球定為1 大家以地球為標準當做1去比較 來 不要忘了 這三個行星 來 你看到沒有 它的距離小於1 大於1 較近 這裡的距離大於1 那你不要忘了 1是不是在這個之間 所以我們可愛的地球 我們的家鄉在這裡 在甲乙之間 好 這是重點 那這個答案其實你就可以知道了 比地球距離太陽近的一定是類地 水星金星地球 好 這個 所以甲沒問題了 搞定 可是這裡比地球距離太陽遠的 那就還有一個 你注意看到1.5 可是這個沒有辦法判斷 看哪裡 看它的比重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兩個的比重 比地球的比重 比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是多少 是不是1 大約是水的密度的5倍 對不對 5倍 3倍 4倍 5倍 這個都可以接受 密度比水大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到 原來其實乙就是什麼角色 知道了沒有 它就是扮演了什麼 火星的角色 所以你注意這個考題本身是類地的 你要注意喔 類地的以地球為標準 地球距離太陽近的有什麼 水星金星 比地球距離太陽遠的還有一個火星 那怎麼判斷再強調一遍 看比重 看比重 比重就是類地行星的一個特色 會比水來的大 所以這個答案根據我們 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甲跟乙都是類地行星 像以上這四個題目 特別是第一題第四題 這個就是地球科學的 所謂的資料比較的一些圖表題 未來將來國三的這一學期 地球科學會陸陸續續 看到更多的這樣的題目 這也是基本學歷測驗 教育部命題老師 所要求的同學必須要讀書 要融貫 要融會貫通 所以老師以這些題目 來做這個結束 希望同學能夠進入地球科學的課程 能夠各得心應手